随着中国与澳洲两个关系回温 中国商务部周四宣布取消 对澳洲葡萄酒实施的巨额惩罚性关税 结束了这三年来对坎培拉当局的贸易施压 在一些澳洲酒商和国会议员透露 中国已经提出取消该进口税的建议后 业界便引颈期盼着中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公告 中国商务部发布声明表示 有鉴于中国葡萄酒市场的环境变化 将不再有必要对原产制澳洲的进口葡萄酒科增 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 北京撤销贸易限制措施的决定 令业界对重振这个两国间利润丰厚的葡萄酒贸易 寄予厚望 但澳洲工商业委员会总裁David Olsen表示 澳洲酒商可能不会完全重返中国市场 我们预期会有很大一部分酒商重返中国 但不是全部 很多酒商正在寻找其他市场 因不满时任澳洲总理的莫里森 呼吁国际社会对COVID-19疫情起源进行调查 中国在2021年3月宣布对澳洲葡萄酒开征 高达218%的惩罚性关税